女人对着车窗补妆 丝毫没有察觉到车里有个男人正死死地盯着他看 而这个男人已经被困在车里一整天了 他着急地伸出双手 按在玻璃上 想引起女人注意 可奇怪的是 女人好像并没有看见他 很淡定地抹完口红 便头也不回地走开 男人很着急 开始大喊 见女人没反应 他又赶紧钻进驾驶室 疯狂捶打方向盘上的喇叭 然而 女人还是没发现车里有人 很快便转过街角 消失不见 女人走后 男人探坐在后座 气喘吁吁 腿上的枪伤传来剧痛 疼得他呲牙咧嘴 路人是靠不住了 我也赶紧从车里逃出去 男人只得拿起电话 准备打给妻子求救 不料电话刚拨通 手机就提示电量不足 自动关机 他有些崩溃地把电话一摔 呼吸变得愈发急促 心里顿时就没了主意 男人做梦也想不到 这台看似普通的小越野车 窗户不仅能完全隔音 防暴膜居然还是特制的 从外面看不见里面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男人才稍微冷静下来 他拧开井上的半瓶可乐 一仰头喝得干干净净 此时已顾不上节约 因为车窗封得很严实 要是再出不去 没等到渴死 就会先被闷死 然而一直到晚上 男人也没想出别的办法 腿上的枪伤正在发炎 疼得他死去活来 好不容易熬到清晨 男人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他惊喜地发现在封闭的车厢里 自己居然没被闷死 但很快 男人只好学电影里的方法 往塑料盒里尿尿 然后把盒子凑到嘴边 试着喝了一口 强烈的气味熏得他不停干呕 但恶心也没办法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紧紧捏住鼻子 再次举起黄汤 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 喝完黄汤 男人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整个人都捏了下来 他强忍住呕吐的冲动 拿出储物箱里的汽车说明书 一页页仔细翻看 试图从里面找到逃生的机会 然而男人看了半天 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从妹困到现在 他又将近两天没吃东西 饥饿感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让人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 男人呆呆地望着说明书 忍不住撕下一页 用手费劲地揉成纸团 然后塞到嘴里用力取决 纸团又干又涩 还带着油墨的苦味 呛得他鼻子一酸 差点流出眼泪 男人丧着脸 一边嚼一边响 如果自己遵纪手法 不上车偷东西 也不会被困在这台诡异的车里 连活下去都成问题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他艰难地咽掉纸团 勉强算是吃饱喝足 现在自责没有意义 就算要改过自新 那也得活下来再说 很快男人重新振作起来 他把手头的东西 全都铺在后座上 仔细琢磨 哪一件能派上用场 手枪是不敢再用了 昨天开枪时 子弹打在前挡风玻璃上 居然反弹了回来 差点把他大腿打穿 思来想去 男人拿起最安全的扳手 对着后车窗猛砸 可是这玻璃的强度 远远超出了想象 男人把车里 每扇窗户都敲过一遍 手都振麻了 却连个白点也没有留下 这么一折腾 他变得更加虚弱 摊在椅子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很快 男人又呲牙咧嘴地 对着车门使上了劲 他用扳手凿掉门锁 接着又掰断卡扣 拆下车门上的塑料盖板 男人很自信 他做贼多年 只要找到锁心 就能用丰富的经验打开它 然而 拆开车门后 男人却傻眼了 车门里不仅没有锁心 就连覆盖铁皮的地方 也变成了厚厚的钢板 他试着把手伸进去摸索 结果却被锋利的断口划伤 鲜血直流 男人很生气 抓起扳手 对着钢板猛凿 可这钢板明显加固过 扳手凿上去 除了火花 连一点痕迹也没有 他不信邪 又急忙翻开后排座椅 想在车里寻找突破口 然而 等他撕开地毯 却绝望地发现 这里同样被厚厚的钢板覆盖 根本没有凿开的可能 男人来不及震惊 因为一番折腾下来 腿上钢结巴的伤口被崩开 他赶紧脱掉衣服包扎 避免自己流血过多死掉 不过 幸运的是 男人再也不用担心会冷了 中午 天气游阴转晴 炙热的阳光照进车里 温度从十几度 一下窜到三十几度 车子顿时变成了蒸笼 把男人闷得头晕目眩 脸色惨白 闷热的环境 让他更想不出逃离的办法 在高温密闭的车厢里 就算是最强壮的成年人 也坚持不了多久 男人不想坐椅待毙 他拖着伤腿爬到后座 再次拆开车门 接着又拿起扳手 绝望地凿着门上的钢板 男人清楚 这么早 早几天也不可能早得开 但一想到自己还有老婆孩子 他便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 就算是闷死 也要死在求生的路上 不料 就在这时 悦尔的铃声突然响起 一个未知电话居然打进了车里 男人有些不知所措 以为自己在做梦 但腿上传来的剧痛 马上证明 这个电话并不是幻觉 他艰难地挪到前排 伸出手 轻轻地按响了接听键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远远超过了男人的想象 让他本就绝望的情绪 彻底崩溃 hex ha 他 muy bien soy el dueño de la camioneta en mi vida me robaron veintiocho veces parece mentira pero si haces la cuenta fueron veintiocho más la tuya de hoy veintiocho ¡JAME SALIR! dejame hablar a mi ya vamos a tener mucho tiempo para conversar estas adentro de mi 4x4 tiene una alarma conectada a mi celular y puedo trabar todas las puertas desde mi teléfono está toda blindada no se mueve tiene la amortiguación trabada está insonorizada vidrios blindados y polarizados también el parabrisas delantero lo único que no está blindado es el tanque de Narta carga 120 litros y está lleno es una bomba en potencia por si te haces el loco, digo ya ves lo que pasa 听到这里 男人像是被抽掉了骨头 瘫在座椅上 直勾勾地望着屏幕 又连呼吸也困难了许多 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精心准备的盗窃行动 居然是车主故意设下的陷阱 愣了好一会儿 男人才肯接受这个事实 车主后面的话 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愤怒和羞愧涌上心头 男人暴躁地探出身子 对屏幕说起了狠话 可无论他有多凶狠 都无济于事 只能像案板上的肉一样 任由车主宰割 然而出乎男人预料的是 车主并没有立刻报复他 反而还用手机远程控制 帮忙打开了空调 杨爽的新鲜空气吹进车里 让男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他把脸凑近出风口 感受着久违的舒爽和清新 吹了一会儿 男人靠在副驾驶上 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自从被困在车里 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放松过 虽然暂时出不去 但车主似乎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然而就在这时 空调的风速却突然加快 原本凉爽的车里 顿时变得有些阴影 男人很奇怪 伸手想关闭出风口 结果发现出风口全被钉死 根本拧不动 更糟糕的是 没等他想出对策 空调的温度便开始骤降 直接降到了零鼓 冷气呼呼作响 疯狂地往车里灌 把他冻得瑟瑟发抖 这下男人终于反应过来 车主哪是好心 分明是想把自己冻死 他顾不得咒骂 连忙解开腿上的衣服穿好 然后又撕掉一截裤腿做绷带 避免失血过多 紧接着 男人拿起脚垫 盖住驾驶位的出风口 又扯下说明书 揉成团 把车顶的出风口也堵上 可就算是这样 他也没有好过多少 整个人缩在后排 被冻得脸色发青 奄奄一息 没曾想 就在男人即将被冻死时 嗡嗡作响的空调区突然关闭 车载电话再次响起 男人扯交脚垫 颤抖着按下接听键 果然又是车主打来的 此时 他再也没了刚才的气势 一脸怂痒 低声下气地请求车主放过自己 并承诺 出去后会立马到警局自首 然而 车主并不想放过这个毛贼 他慢悠悠地讲述了 自己曾经被抢的经历 感慨失风日下 然后便挂断电话 让男人再次陷入绝望 一个小时后 男人冰冷的脸 恢复了一点血色 他拉扯安全带活动手臂 默默等待车主的电话 突然 男人发现了什么 透过前挡风玻璃 他惊讶地看到 有辆警车居然停在了前面 中年警察站在路边 围着越野车绕了一圈 男人乐坏了 在里面疯狂敲打玻璃 希望警察能注意到自己 然而 警察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他掏出围停罚单 贴在挡风玻璃上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就在警察走后不久 两个偷车贼竟然找了过来 拿着工具就要撬锁 男人傻眼了 想不到这时候 还能遇见同行 他赶紧挪到驾驶座上 一脸期待地望着窗外 生怕影响到偷车贼发挥 然而 两个小毛贼学意不惊 运气也很不好 非但没把锁撬开 反而还被热心路人当场逮住 安在街上暴打 男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不免想到 自己的孩子 将来要是走上这条路 或许也会被人抓住 像过街老鼠一样 遭到嫌弃和殴打 他那些引以为傲的偷窃技巧 在社会工序良俗面前 显得是如此卑劣和可笑 想到这儿 男人心里五味杂沉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只能把头埋到胸前 不敢再看 傍晚 天色再次变得阴沉 稀稀利利地下起了小雨 而车里的男人 也彻底陷入了绝望 他口渴地要死 想尿 却尿不出来 只好望着窗外的雨滴 像搁浅的鱼一样 有气无力地开合着嘴巴 这一刻 男人无比想念车主的声音 只要车主再打过来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地 祈求原谅 然而 直到深夜 男人也没等来车主的电话 他已经饿得 没力气再想办法 只能用右手 一下接一下地 戳动点火箭 想以此来告诉自己 千万不能放弃 不料 随着男人手上的动作 下一秒 神奇的事情却发生了 仪表盘灯突然亮起 引擎的轰鸣声 像天籃一样 传进了他的耳朵 男人愣了半天 才反应过来 车子居然启动了 他来不及高兴 也懒得去想 这是否又是车主的轨迹 生的希望近在眼前 男人挂上道挡 一脚油门 瞄准后面的电线杆 重重地撞了上去 猛烈的撞击 差点让男人晕过去 但时间不等人 他强大精神 一脚踹开松动的后车窗 挣扎着 从车里爬了出来 外面的世界如此美好 男人仿佛又有了 用不完的力气 不过 这一次 他没有立刻逃走 而是看了看四周 然后跌跌撞撞地 朝警局的方向走去